根據國家機密保護法二十二條 你只能用秘密會議 或不公開的方式為之嘛 對不對 你還是泄密 捷克泄密是捷克的事 捷克認為是不是秘密是捷克的事 我們的外交部認為是秘密 你就不能公開 所以佳凱 這一題你扛得住嗎 唯一支持江啟成 唉唷 唯一支持江啟成 唉唷 我覺得身為這件事情 很多政治人物 我們能變就變嘛 能戰就戰 但是有時候不能變了 就有時候會拗嘛 拗不了就放飛自己嘛 這一題是連拗都不拗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真的太精彩了 剛剛說到 唯一支持江啟成嘛 對不對 因為江啟成直接直接說了嘛 許曉星你只能用秘密會議 你絕對不能拿來開記者會 等於在許曉星上 很大一刀嘛 為什麼你也唯一支持江啟成呢 其實這層面分為兩個 一個是行為嘛 一個是內容 沒有人去質疑你身為立委或是民代 你要去針對爆料內容持續追蹤 沒有問題 因為很多種方式嘛 但你要尋正軌嘛 對 內容沒有問題 但是行為來說 到底有沒有 你拿出來的那個東西 不管你貼了什麼東西 你就是一個密件嘛 對 這個東西就明顯 違反了刑罰 但是到底怎麼走我不知道 因為已經由司法警告介入嘛 會不會起訴 會不會撤告 或是到什麼一省二省三省有沒有定驗 我都不知道 但是尊重司法 但很明顯說 如果今天這個案子 大家都把它輕輕放下的話 那是不是每個公務人員 每個像我一樣的議員 每個民代 我拿到密件的時候 我都為了求自己聲 我就公開 所以我覺得 該負責任的要負責 許小新還有另外一個大案子 叫做泄密案 這一題我們昨天才說 我感覺到風向不對 黃陽明開槍了 原本不討論許小新的政論節目 也在討論許小新了 也在批評許小新泄密案 今天有一個人 開了一個超大一槍 那個人叫做江啟成 江啟成不只是國民黨立法委員 他是立法院的副院長 他是前國民黨的黨主席 他是未來極有可能代表國民黨 選台中市市長人 他今天公開跟許小新講 許小新是該文件的授文者 根據國家機密保護法22條規定 立法院依法行事職權 涉及國家機密者 未經解除機密 不得提供答覆 應該要用秘密會議 或不公開的方式為之 等同於在許小新身上 插了很大一刀 欸 佳凱 你剛剛一錄影前就先問我 我要不要講泄密案 我原本想放你一碼的 可是製作人在我耳麥說 不行 這題一定要讓呂佳凱 國民黨的良心 龜山島的島主來評論一下 到底憲憶案這樣 因為許小新憲憶案這件事很大條 對不對 許小新今天辯解什麼 他辯解說 沒有啊 捷克早就有雜誌講了啊 對不對 譬如說捷克就說啊 捷克公司已與政府合作啊 並在台灣的財政支持下 努力幫受災最嚴重的地區 總金額高達25億克朗啊 而且呢 他還說這些錢裡面呢 是一千萬美金 分三年逐步合播 還說什麼呢 裡面會透過所謂的 捷克衛生研究所 喔 雪兒已經說 沒有啊 新聞都已經寫了 我不算泄密 對不對 可是江啟臣講得很清楚 不好意思 你是立委 對不對 根據國家機密保護法22條 你只能用秘密會議 或不公開的方式為之嘛 對不對 你還是泄密 捷克泄密是捷克的事 捷克認為是不是秘密 是捷克的事 我們的外交部認為是秘密 你就不能公開 所以佳凱 這一題你扛得住嗎 唯一支持江啟臣 唯一支持江啟臣 我覺得身為這件事情 很多政治人物 我們能變就變嘛 能戰就戰 但是有時候不能變了 就有時候會凹嘛 凹不了就放飛自己嘛 這一題是連凹都不凹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真的太精彩了 剛剛說到 唯一支持江啟臣嘛 對不對 因為江啟臣直接直接說了嘛 許曉信喔 你只能用秘密會議 你絕對不能拿來開記者會 等於在許曉信上 統一很大一刀嘛 為什麼你也唯一支持江啟臣呢 其實這層面分為兩個 一個是行為嘛 一個是內容 沒有人去質疑你身為立委 或是民代 你要去針對爆料那人 持續追蹤 沒有問題 因為很多種方式嘛 但你要尋正軌嘛 對 內容沒有問題 但是行為來說 到底有沒有 你拿出來的那個東西 不管你貼了什麼東西 你就是一個密件嘛 對 這個東西就明顯 違反了刑法 但是到底怎麼走 我不知道 因為已經由司法警告介入嘛 會不會起訴會不會撤告 或是到什麼一省二省三省 有沒有定驗 我都不知道 但是尊重司法 但很明顯說 如果今天這個案子 大家都把它輕輕放下的話 那就是每個公務人員 每個我像我一樣的議員 每個民代 我拿到密件的時候 我都為了求自己身 我就公開 所以我覺得 該負責任的要負責 但是我支持 竟然很多NGO 1000萬的美金的流向 到底有沒有個人土利 或是司法 就是一些私人 不法土利的行為 我覺得這支持嘛 反正還在國防委員 會你們還在裡面的 還沒被起訴的一些人 當然都可以持續追蹤嘛 你幹嘛結巴 我剛剛以為 你有什麼好結巴的 原來你是擔心到時候 徐曉星跟馬文居都變 都跑去土塵 你們國外外交 也會舉手舉不過 轉換跑道啦 轉換跑道啦 所以這東西 射擊到人民的公堂 我覺得內容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我們政治人物要負責嘛 如果我行為真的是有違反違法的話 當然就是要我覺得就很直接就就認錯不需要內奧啦 對啊 我覺得這東西就很明顯嘛 如果我們有些同黨的人都沒有辦法去為你說下去 因為站在不管是立法院角度 法律層面角度 有些是能做就能做 不能做的當然就不能做啊 如果我們這個點都無法接受的話 那我們怎麼去讓國民黨獲得更多的支持 我覺得很難啦 我覺得佳蓋講到一個重點 我要問范老師 因為狀況是這樣子 佳蓋最後一句是說 如果連最基本的法律 有人越紅線了 這個國民黨還挺下去的話 國民黨未來不用選 我們來往更深一層來講 江幾層今天為什麼跳船 江幾層2026號選市長嘛 他不是繼續在優勢選區 然後在我經營很久的地方 我繼續當王嘛 他不是嘛 台中不是國民黨委員喔 對不對 台中是我們講的嘛 叫做搖擺州嘛 我每次講決戰中張頭嘛 台中人會看的嘛 所以江幾層覺得 哇塞 許曉青城是他架勢 他在崇信選是他家事 我是要在台中選耶 所以江幾層今天跳船嘛 然後呢黃陽明也跳船嘛 所以放肆會不會有更多人跳船 對因為江幾層想選台北台中市長 大家很清楚 對 這幾年台中市很多的外來移民 而且很多中產機業技術 他還秩序是外交專業 對 那特別是像中科 有很多科技新貴很多年輕人 他們是理性的嘛 他們對許曉青這種灑狗血的行徑 他不會接受的嘛 所以江幾層才要跳船嘛 那我也不需要肯定江幾層 他是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當了很久的資深的立委 對 他知道這裡面的問題是所在 我覺得許曉青這些麻煩是什麼 因為他過去沒當過立委 他當市議員所接觸到的文件公文 大部分沒有加密 他也不知道有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就算有秘密不到哪裡去 秘密不到哪裡去 對 他今天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就他完全 他還 他還搞不好驅逐他哪裡犯錯耶 他他介入到的是 二屋戰爭相關的細節 對 這個東西是現在全世界 整個太陽系 唯一目前已知有生命的星球上 最重要的一個新聞 最重要的秘密 他敢拿出來開記者會 連習近平這次到法國去訪問 跟馬克宏見面 他還公開在記者會上說 你們外國不要把我們中國 在烏克蘭的事情的角色 都講得那麼清楚囉 所以我覺得你在碰觸 那個最敏感的神經 第二個 你說哎呀 那個公文的內容 有這個捷克的 這個期刊已經看載過了 捷克的期刊就算開載過 也不表示你就可以把這個公文 拿出來耶 因為我們可以否認啊 捷克的文 你這樣說我們這個我們不承認啊 你講到重點 比如說 綠扁冒邪訊台灣 對 對不對 對 我們的新聞都看出來了 對 然後這時候有個綠扁冒的250 拿出邪訊台灣的公文 然後給大家看 保證被抓起來嘛 你又玩兩手嘛 我現在終於認識你那麼久 覺得你是專家 不是 那是專家了好不好 對齁 媒體是媒體 我們可以否認 他維持著兩手策略的模糊空間 對 可是由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公開在記者會亮出來 那就下課了耶 對啊 而且為什麼吳釗燮那麼生氣 因為那個公文下面一定是寫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嘛 范老師我對你肅攔起 從今天開始改變態度 捨路捨路捨路 這真的是對的耶 那是幫我們忙 結果你今天把他洩漏出來了 而且變成是我們政府承認有自信的事 他讓我們否認的空間不見了 對 他讓這件事情變成事實了 對 那這個東西就會見光死 見光死 所以這是個國際大事件嘛 就像說一個小偷 他是他隔壁鄰居是詐騙集團 對 我去偷那個詐騙集團的錢 就被警察抓到了 他說這個錢是詐騙來的 是我不算偷欠 不管耶 不管你偷到什麼錢 你只要偷一樣東西 那個錢是正當的或不正當的 你都是偷欠 對 我覺得今天徐曉星很奇怪 他的邏輯莫名其妙 他還在嗆 告我哪一點 對啊 我跟你講他不是裝傻 他就是胡說 他這樣真的會坐牢耶 真的有可能 我跟你講 不是我覺得你這段應該讓 外交部的律師寫在上面 對 他破壞了我們外交部 戰略模糊 否認的空間 對 直直造成傷害 但是問題是 他今天還不可能 還不認錯 他還以為說 這個外交部 真是在政治迫害 他到時候 我覺得他最後他就是要用 用哭 或者是用各方面 來凝聚他的深藍的 對他的支持 但是我必須要講 這個司法這一關 跟藍綠無關 因為 現在 這個外交部 已經正式提告了 而且我認為外交部是覺得 他們是站得穩 站得住 對啊 我覺得今天徐曉星是 挖一個洞 自己跳 對 他不曉得那個問題的嚴重性 他以為他以前在市議會 我拿個公文出來 這樣子 拿那個貼紙貼貼 我就可以 什麼鄉巴勞 拿CM貼一貼 對 所以我覺得 他還透光的 他不知道 外交國防委員會的敏感性 對 他不曉得 這個帶密的 這個公文的重要性 覺得他把這個事情曝光 那變成是一個 重大的台灣外交危機 可是范老師 你在講那麼多 可是人家 白色的力量的總召 黃國昌 說他看不出有任何泄密的地方啊 我跟你講黃國昌 我笑你不敢 你7382 你不是說你看不出來 有什麼泄密的地方 對不對 黃國昌 你現在回去去你辦公室 找一個密件 拿出來 拿出來 不行 不要不要不要 用水煙貼一貼 拿出來 貼粉磚 你就知道哪裡泄密了嘛 沒有錯嘛 少吹牛嘛 黃國昌說他看不出來嘛 不過黃國昌看不出來 也沒什麼啊 為什麼 黃國昌現在也看不出來 他去監察院的時候 人家丟他的 掉到地上的 叫太陽花啊 他也看不出來 他說那個叫垃圾啊 不是啊 八年前 你怎麼不說那是垃圾啊 黃國昌也看不出來 為什麼 他的組織 柯文哲現在深陷 一二三四五 五案 五大案 他也看不出來啊 他也認為他沒有什麼問題啊 你怎麼看不出來 黃國昌居住正義 百分之八百四十的獎勵農機率 你不會覺得怪怪的嗎 連連看嘛 方點一下嘛 黃國昌 你怎麼會連查都不查一下 你怎麼不會覺得很奇怪 你也看不出來 黃國昌什麼都看不出來 他連自己跑到盧州去 他也看不出來 這是下一段 下一段 他也看不出來吧 我的意思是 你什麼都看不出來嘛 對 但是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就是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因為我去年剛好去了捷克布拉格 你要知道我們去捷克 那個捷克人對我們是非常友善的 為什麼 各位知不知道一件事 歐洲 歐洲跟美國不是很多支持這個 支持這個烏克蘭嗎 然後呢 軍援啦 物資啦 但你知道全世界在自己的國家之內 張貼揮舞最多烏克蘭國旗的國家是哪一個 捷克 對 你到布拉格去全部都是烏克蘭的國旗 對 3月18號19號 捷克政府烏克蘭重建事務的特使叫科班契尼 兩個人才來台灣而已 是 兩個人才來台灣而已 那你們可能也不知道 那包括我們跟捷克合作去幫助烏克蘭的 烏克蘭因為台灣跟捷克一起合作 所以他們才能夠喝到乾淨的自來水 包括他們的醫療設施 就是氣墊工身還有這些進水特別都是我們幫助他的 對 那你會問說那為什麼我們不能直接到烏克蘭去 各位你不知道嗎 烏克蘭現在最怕的事情是什麼 現在最怕的事情是中國直接把相關的炮彈 飛彈跟子彈送給這個等於俄羅斯嘛 對 所以他怕如果直接跟台灣談過親密 讓中國找到藉口 這你不知道嗎 對 結果沒想到現在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台灣的立法委員拿出了一個公文說我遮了這個遮了那個 如果按照徐小新的說法是對的 那什麼東西都可以遮了這個遮了那個 全部都拿出來啊 不是嗎 可以這樣做嗎 剛剛呂家凱對不對 他剛剛發揮他無比的道德勇氣 對 我告訴各位 所以 昨天呂家凱在愛北大 那畫了一篇文章 第一個按讚的是我 為什麼 只要你做對 不管你是哪個政黨 只要不對的 不管你哪個政黨 都不能下挺自己做錯事的同黨同志 謝謝 definitive 還有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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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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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